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2月15号 今天是上午11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药文 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 今天公布的1月份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 今天公布的1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涨幅都出现了回落态势 但是从环比来看 波动幅度均出现了反弹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据解读 从同比看 CPI上涨1.7% 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主要受食品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从具体品位看 羊肉价格同比涨幅居前 但猪肉价格却同比下降3.2% 降幅比上月扩大1.7个百分点 这也是对物价影响较大的品类 人民对猪肉的消费的结构改变了 很多人的肉类消费习惯 也转向了其他的品种 牛肉 羊肉 这样的话 其实猪肉下游需求发生变化之后 供给的调整 并不会造成猪肉价格的大幅反弹 在非食品中 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 居住价格涨幅平稳 但汽油和柴油价格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 成为非食品中价格波动最大的品类 从环比看 CPI上涨0.5% 主要受节日因素影响 特别是春运期间出行需求增多 飞机票 旅行设收费 和长途汽车票价格环比上涨明显 此外 春节前 城市务工人员集中返乡 使得家政服务 理发 车辆修理与保养价格环比上涨幅度居前 另外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从同比看 上涨0.1% 涨幅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 价格由升转降的 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 但从环比看 PPI下降0.6% 降幅比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 随着大宗商品有所气温反弹 其下滑的幅度将缩窄 再来关注春运方面的消息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150万人次 这也是铁路春运客流连续第7天 超过千万人次 为了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各地加开旅客列车892列 提升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北京局集团公司 加开了加姆斯 郑州 西安 天津 济南等方向的列车72列 沈阳局集团使用13组动车 安排重连23.5对 广州局集团公司 加开了湖南区网 广东 华东等方向的列车291列 今天是正月11 这几天全国铁路返程客流 持续高位运行 多地铁路部门 积极应对雨雪天气 我们来看记者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受到降雪影响 在昨天也就是2月14号的时候 北京西站始发到高6713 高8907 高6711 还有高6715 高9065次 还有邯郸东始发的高9068 等多次趟列车是停运了 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 已经从窗口购票的旅客 在30天内可以拿着这个车票 到车站的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而且我们从中国铁路的 客户服务中心了解到 在这个12306网站上 购票的旅客 如果您还没有换票 也可以采取登陆12306网站 直接办理退票的方式 那以上办理退票呢 都不会收取手续费用 此外呢 受到大范围降雪的影响 在昨天的晚上 由北京西上海虹桥开往 太原南站的多趟列车 也是出现晚点 并且出现了集中到达的现象 那为了快速输送 集中到达的旅客 最大限度满足反中旅客的需求 那太原南站呢 是和机场 公交 还有出租车等部门 联合启动了应急预案 同时也是加开 并且延长公交的夜间班次 同时也是通过这个 调集出租车 快速向车站集结的方式 形成大联合的运输能力 及时的疏散和运送旅客 使集中到达的多趟 晚点列车上的2000多名旅客 能够顺利的返程 那么此外我们还是了解到 对这个大范围降雪 覆盖这个车站铁路倒叉 可能影响列车运行的情况 那沈阳北站呢 是组织了很多的干部职工 在这个非电热倒叉区段 开展了大规模的除冰扫雪 还有的应局的处置 在这儿我们也是提示大家 这两天其实返程还在持续 那么遇到雨雪天气的时候 大家要在出行前 密切关注相关的服务信息 提前掌握好列车运行的动态 以免耽误年的行程 近一段时间 我们财经频道推出 中国年货地图系列报道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带您看遍全国各地的年货 今天呢 我们就带大家去山西看一看 馒头是很多人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之一 在山西省文喜县 这里的馒头因为花样多 被称为花馍 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如今经过历代传承 文喜花馍也有花膏 花馍 吉祥物 盘顶 四大系列200多个品种 也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和完整的创作体系 这就是过年我们争的混沌馍 这就代表我们全家人 吃了这个混沌馍 和和米米 盘盘盐盐盐 这个面粉吧 是生长期长 它整出来比花馍馍 好吃 这个水吧 也是神经里边的水 它的温度吧 就是25度左右 虽然说它是温水吧 它必须是热水 皮下的温水 它不能是用开水 皮下的温水 用手足下的面 工化不干皮 用力 用力 要得住几遍 出来的面吧 用人形 劲道 工化 有好多个花馍的 八岁开始吧 就年了几十年 每一道工序 我都要人真喜之 每一道工序 人一点都不能麻烦 你这个花 没有 你这个花 不能着急 要细心一点 平時要多觀察 你才能結出的花 才能真實漂亮 我現在結的這是個石榴混沌盒 現在這個是花蕾 這就是個石榴花 走到那裡 叫到那裡 這是我母親手綻上的藝術 我希望傳統傳承下去 全世界人都了解這個花末 要吃到我們的好花末 一時北京出台停車新政 首先在東城區 西城區和通州區 開始全面實施道路停車電子收費 那麼到現在 新規已經正式實施一個多月了 效果怎麼樣呢 來看具體調查 一個柱子就是管四五個車位 老王是北京西城區的 一名停車管理員 從今年1月1日起 他在富城門外大街沿線 負責停車管理工作 和以往的停車收費員不同 他不是來收錢的 不會下載了電子的手機支付 有那上年級的老人不會 不會就幫助他們下載一下 方便比較正式 因為原來的人工收費 第一個不專業 第二個收費是比較亂收費的 這樣比較統一 剛才我們把車輛停到了路邊 這樣一個白石線的停車區域 進行了一次停車電子收費的體驗 根據路邊路牌的相關的指示 我們下載了一個叫做北京交通的APP 經過了車輛信息綁定之後 嘗試進行交費 但是系統顯示 這樣的一個信息審核 大概需要24小時 於是我就選擇了這個界面上的一個 臨時代腳的標誌 點擊之後選擇輸入車牌號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為自己的車輛進行交費了 記者了解到 本次電子停車改革實施後 停車費用於此前均保持不變 北京三環路以內及4個重點區域 依然按白天15小時內 每15分鐘2.5元 15小時外每15分鐘3.75元 夜間每2小時1元即費 目前實施電子收費的 北京市東城區西城區通州區 已共有超1.3萬個道路停車費 實現電子收費 並納入非稅收管理 道路停車費最長繳費期限為30天 超過期限仍被繳納認定為欠費 欠費行為會產生罰款 繼東城區西城區通州區實施後 今年7月1日起 朝陽區 海淀區 豐台區 石井山區將開始實施 12月1日 北京將實現全市道路停車電子收費 國際方面 美國宇航局衛星數據表明 全球從2000年到2017年 新增的氯化面積當中 約1 4來自中國 貢獻比例居全球首位 研究人員認為 原因是中國在植树造林 和集約農業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現 美國宇航局等機構研究人員 在新一期英國自然可持續發展 雜誌上發表論文說 他們分析了特拉號衛星 和阿卡號衛星的觀測數據 發現在2000年至2017年間 全球氯化面積增加了5% 而中國和印度在陸地植被面積 只佔全球總量9%的情況下 對全球氯化增量的貢獻達到約三分之一 其中中國的貢獻佔全球氯化增量的約四分之一 分析顯示 中國的貢獻中42%來自植树造林 32%來自集約農業 印度的貢獻中82%來自集約農業 雖然近年來全球氯化面積增加 但研究人員提醒不能過於樂觀 一方面 氯化面積在未來的變化 還受多種因素影響 比如一些地方的地下水如果枯竭 可能導致氯化面積減少 另一方面 現在還有許多地方的熱帶雨林在消失 其生態影響難以用其他地方 氯化面積增加來彌補 因此 人們仍須注意保護環境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國財經報導 繼續來關注其他的財經資訊 據國家發改委網站消息 自2019年2月14號24時起 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噸將提高50元 全國平均來看92號汽油 95號汽油 0號柴油 每升均上調0.04元 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車油箱 50升容量來估算的話 加滿一箱92號的汽油 將會多花2塊錢 第35次南極科考的消息 近日我國自主研發的 極地鑽探裝備成功鑽穿 近200米厚的南極冰蓋 獲取了連續的冰芯樣品 和冰下鹽芯樣品 為了研究南極冰蓋運動 和東南極冰下地質學研究 提供了重點